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毅 看过 最新我的点它是一个 很强大 很厉害 很善良 是神与人之间 有血有肉的一个角色 我自己个人肯定是 小哥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是神一样的存在 觉得每个角色 它都是写得非常好 武鞋 胖子 包括其他的角色 都是相辅相成的 都是一系列写下去的 包括大家里面生存的东西 都是铁三角里面的感情 都是写得特别好 所以每个角色都是很好 当时是公司老板跟我们说 让我去见一下导演 见完之后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要去演哪个角色 后来导演跟我聊天 他说你先看看小说 看完了之后 他觉得让你对于人物的理解 和感觉去分析一下 去聊一下 后来经过导演和公司的安排 就让我去演这个角色 那也是我自己也想去争取一下 觉得很幸运 刚刚拍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压力 但是剧组 包括大家所有演员导演 我们的氛围特别好 特别舒服 所以大家聊天 对角色的理解 创作上面就是压力已经没有了 反而变成了动力 比较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每个人 对每个角色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压力也肯定会有 但是做好自己 把自己心目中和张启霖做到最好 他们扮演的张启霖肯定是不同阶段的 我扮演的张启霖是不同阶段的 其实在书中描述它是比较少的 但是作为演员我去扮演 那么肯定是我不能局限在书中 她的生活状态去思考 包括她的行为特征 不断地去想 包括她的眼神各个方面 还有就是我尽量捕捉她的一些 想她一些思考一些生活状态 包括她的行为特征 因为她所有的情绪 不是表现在脸上 她的眼睛肯定是有内容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做了一些想法和特征 其实我胆子不是小 是可能我自己不太敢 从小不太敢看这个 惊悚这一方面的题材 这比我比较会害怕 害怕 拍镜婆的时候 因为她是真人扮演 我刚看到的时候吓一跳 结果 我找几个武行兄弟 她站在我旁边 因为吊威阳跟她有一场戏 找了几个武行兄弟在我旁边 我说你们一定要保护我 因为底的确挺可怕的 所以这个还是真的挺可怕的 后来就是克服了一下就OK了 因为我是个人啊 那个真的是很害怕的 因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拍那一场和静谱那场戏 而且她还抱着我 所以当时就是吓死我了 后来就是想着一下 慢慢克服了 就可以了 反正我看到小鞋和博宇哥 也挺多多少 都没有那么夸张 哇 都这 哇 真的就是还是会有点 有点吓到 包括你们看的时候 不也 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吓着了吧 对 所以他们做的特别真实 对 所有的景都是一比一搭出来的 大部分 对 我们这个包括海猴子 也是一个真人 每天花六个小时的妆 他带那个牙齿和那个 所有的外面那个皮囊 很热的 我记得有一次 他差点自己都有点晕倒了 置身不住了 所以这个就是海猴子 包括静谱 都是他们自己真人扮演 所以你看到本人还是挺害怕的 做过就是两三个月进组吧 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和一些打戏 还掉微仰 那肯定会遇到困难 就比方说因为小哥嘛 是柔韧性非常好的 超神嘛 问我刚刚说有个衣子嘛 能不能坐 我当时是肯定不会衣子嘛 就是提前两三个月训练 慢慢匹茶 慢慢给你拉筋 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 会让你自己种人性更好一点 做好了准备的时候 打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更好看一点 训完练之后 肯定是比之前强太多了 因为之前有一个话题嘛 就是说成一好A一难的 我也是最近才值得好A的 很厉害吧 很厉害很man嘛 对不对 很会打 对不对 岁月的地方 我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个得关注去给我评价 不知道 我如果对自己来说 肯定会有要求的嘛 就不能说自己是最满意的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比如说有很多 有遗憾的 包括大海猴子 其实我们设计的很好 包括有些动作 可能难度系数比较大 你拍摄过程当中 有受伤或者怎么样 受伤很正常 就是你拍打戏 你肯定会有点受伤很正常 因为我们在片场就很开心 我们在片场就天天就是聚会嘛 因为大家自己带 自己喜欢的吃的 包括你今天带什么了 我明天带什么了 就和大家一块分享 所以我们在片场 就每天都是聚会了 私下就是拍完戏之后 立马大家又进了另外一个组 包括明豪 博宇哥都进了另外一个组 一直没有时间 上次采访完的时候 也是大家比较仓促 都是立马赶回去了 我们自己三个人聊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遗憾嘛 就是艺术也都是遗憾嘛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但是如果有下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肯定会做得更好 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一辈子的铁三角 因为他们笔记这个系列还有很多 就是作品啊什么的各种 有机会肯定愿意啊 对期待吧 我们三兄弟一直也说就是 如果都没有拍过影 对都没有拍过影 如果有更有机会的话 我们肯定会演绎的更好 这个倒没有想过吧 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什么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其实拍戏大家都差不多 也都是这个样子 只是说拍古装戏就难免会沾头套 如果你看现在是七月份 你可能天气会很热 沾着个头发沾在这个皮肤上面 如果你很热的话 这个沙边会开 因为你毕竟还捂了一个头套嘛 在上面 所以在这一方面会稍微比较 有点难受 太多了 没有演过都想尝试 我倒没有想这么多 只是做好目前这个阶段 因为踏踏实实把目前这个角色演好 因为可能人的心态会变的嘛 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目标就是 踏踏实实把目前这个角色演好 因为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希望自己的作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吧 去接受 就是顺其自然吧 做好眼前的也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生活比较简单 就是拍戏工作 没事钓钓鱼喝喝茶 钓钓鱼就是 就是恒店嘛 有钓鱼的地方 很不错 有时去钓钓鱼喝喝茶 这生活比较简单 还真的没有时间一直在拍戏工作 因为这两个戏一直拍下来 戏剧结构也比较复杂 而且工作量比较大 所以一直就是在拍戏 在工作 好看 你们就一直要看下去 如果觉得真的好看 你们一定更要看下去 还有请支持我们 诺海浅沙 清理神术 不会让你们失望 因为这是一部匠心作品 的 购物 全部比较大 《黄金》 全部比较大 中文% 最组的 中文%